这个酷似郭达的王牌间谍 每次执行任务都得一个亿起步 领导只要见到他的照片就会头疼 但这次被恐怖组织夺走的AI病毒价值百亿 一旦启动就能轻易摧毁全世界的银行系统 队长只能请森哥再次出山 小队很快在机场找到了负责运送竞标硬盘的中间人 可队友刚准备动手就被身后的神秘人放倒 而搭档沙拉面前的监控却看不到任何变化 中间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朝外走去 敏锐的森哥突然意识到有问题 他凭借着预判直接放倒身后的神秘人 用同一把电枪为队友讨回公道 终于在中间人即将被带走的一刻及时赶到 和小黑一顿完美配合把老头抓上了车 但神秘组织在身后紧追不舍 加密的硬盘短时间内又无法破解 作为IT天才的沙拉只能提前远程复制 可他们才开出6.16公里就被堵在路上 他们只能紧锁车门骑到快点完成复制 对方目标明确一秒钟都不想拖延 伴随着车门被撬开 出现在门外的竟然是队长在FBI的同事迈克 没想到政客们同时出动了两支队伍来竞争 迈克强行夺走了存有金融核弹买家的硬盘 并警告不要再干涉他们的行动 但他没想到内森小队早已成功复制 并提前一步交给了作为中间商的豆哥 沙拉很快查出豆哥背后的老板 正是著名的大军火中介哈里斯 而对方这次在法国举办的慈善晚宴 恰巧就是为交易AI病毒所做的掩护 曾哥在潜入晚宴之前特地折返到好莱坞 他提前查出哈里斯是明星小贝的粉丝 曾哥成功潜入了小贝的飞机 不到三分钟就成功威胁对方加入他们的计划 曾哥和沙拉则作为他的经纪人一同潜入晚宴 演了半辈子戏的小贝万万没想到这次要扮演自己 傍晚他们朝着哈里斯的游艇出发 今晚出现在游艇上的除了各界的精英人士 还有隐匿在其中的AI病毒买家 眼看着曾哥一伙登船 队长再三提醒他们不要高消费 正在接待客户的哈里斯惊讶地发现偶像登船 他还以为是手下豆哥给他安排的惊喜 而此时的森哥为了让戏做得更真实 毫不犹豫为小贝买下了150万美金的珠宝项链 可就在这时 哈里斯的保镖突然打断了交易 哈里斯已经将他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小贝 并热情地前来打起了招呼 作为经纪人的森哥和沙拉轻松获取了信任 可沙拉还没来得及远程复制哈里斯的手机 对方就把手机扔给了保镖去充电 小贝独自一人缠住了哈里斯 他的精彩表现让现场气氛达到了顶点 沙拉则悄悄地混进了办公室 在摆胎背后贴上了一枚窃听器 随后便躲到隔壁房间开始了复制 可这一幕差点被偶然路过的豆哥发现 沙拉只好强忍着镇定与他闲聊了起来 硬生生地尬聊耗到了完成拷贝的这一刻 另一边 敏锐的森哥发现了迈克的手下出现在船上 他假装要重金贿赂时突然出手偷袭 两个杀手在狭长的走廊里扭打起来 不到13个回合森哥就一拳把对方放倒 并把他绑在了游艇上放身 甲板上的小贝和沙拉正顺利地应对着哈里斯 突然走来一个酷似恐怖分子的大雷 沙拉断定他有很大的嫌疑 却苦于没机会进一步调查 就在场面快要失控时 森哥及时赶回 他们只能趁早离开这混乱的场合 队长注意到沙拉留下的窃听器里有了声音 哈里斯和大雷在会客厅达成了100亿的交易 但当大雷激动地问到买家是谁 作为中介的哈里斯却守口如瓶 得到这一消息的小队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但不论是AI病毒还是买家的线索依旧为零 他们只能冒险潜入重兵把守的大雷家 来获取病毒的交易时间 还记得这个调交水炸泳池的郭达斯坦森吗 时隔七年他又调了一罐蒙汉药 连夜潜入了重兵把守的军火商豪宅 悄悄把蒙汉药接到了空调外机上 伴随着空调系统的运行 屋里的所有人纷纷倒地不起 曾哥戴上防毒面具 如如无人般潜入了别墅 来到老大的卧室后 他直接坐到了床边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戴起了手套 他好像一点都不急 曾哥不紧不慢地摘下老大的手表钻戒 其实他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些财物 而是要制造出入室盗窃的假象 以此来掩盖他窃取老大电脑里的重要机密 除了电脑之外 他拿得越多就越真实 可他刚走出别墅就被抓了个阵着 曾哥一见对方手持武器立刻吸睛附体 蠕动求饶让保镖将他拿下 可对方刚松懈下来 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捏碎了鸡蛋 并快速夺走了保镖的武器 制服两人的打斗依旧行云流水 自从确认了价值百亿的AI病毒 被军火商抢走后 曾哥小队终于从他电脑里查出了交易地点 脚队即刻动身朝着土耳其出发 成为明星的小辈再次铤而走险 接受了军火商哈里斯的邀请 带着莎拉来到他家做客 一进门哈里斯就要给小辈看一个大宝贝 正是小辈曾经拍戏开过的跑车 哈里斯大方地把这台二手车送给了他 小辈借此机会 开着在五八同城上买的二手车 把哈里斯带出了别墅 莎拉则趁机潜入了哈里斯的办公室 当他留意到监控后 迅速返回卧室入侵了BA系统 紧接着堂而皇之地打开了哈里斯的电脑 可电脑里的信息却让他大失所望 而此时守在路口的森哥和小黑 竟然又一次意外地发现了同为FBI的迈克 森哥断定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他将断案的线索却压在了豆哥身上 在小黑的跟踪定位辅助下 森哥很快追踪到了城镇里 可狡猾的豆哥还是发现了背后的老鼠 让保安把森哥拦在了外面 森哥只能假借问路不讲武德 两人才打了不出十个回合 森哥就干得保镖两眼一合 但他刚追出去就跟丢了豆哥 豆哥抢了一台小毛驴 这一百码的速度逃离他的视线 即使有了小黑的协助也让森哥无可奈何 而这个不争气的豆哥竟然在路口搬了车 森哥很快接近了豆哥的定位 却发现豆哥得意地向他道别 当森哥气喘吁吁地爬到顶层时 四处都找不到豆哥的身影 来到围栏时他彻底惊呆 只看到豆哥拥抱大地的一幕 但赶来的小黑却发现了异常 摔下来的并不是豆哥 与此同时豆哥突然朝森哥袭来 却被他一把推了下去 这一下豆哥真的没了 眼看着明天九点就要交易 队长只能要求森哥假扮豆哥 好在豆哥从未在卖家面前露脸 森哥顺理成章地混入了卖家车里 接下来只剩最后一个难题 森哥和哈里斯通话时需要模拟豆哥的声音 潜入在哈里斯家的沙拉接下了任务 他通过之前潜入的BA系统 植入了实时变身的编码器 最后便让小贝准备逃离的计划 此时的森哥已经被带到交易地点 山顶费须有大量携带武器的保镖 森哥趁机戴上了手表里的蓝牙耳机 紧随其后的小黑换上了全副武装 一路朝着山顶狂奔而去 卖家到达的一刻小黑也及时就位 给冒充中介的森哥验货之后 就轮到森哥通知哈里斯转账 童话声音已被沙拉处理得天衣无缝 等哈里斯报完16位密码 交易便顺利完成 郭达斯坦森冒充中介买了100亿的货 可还没来得及交货身份就被识破 还好队友小黑在远处架枪辅助 两人默契地消灭了一整队人 远处又飞来两架神秘战机 二话不说就是狂轰滥炸 山顶废墟顿时变得比决赛圈还要混乱 吓得森哥开上几股就要逃跑 可他还是被一个满编队堵在了路上 森哥一看全是FBI同事迈克的手下 顿时愤怒地抢过对讲机来问候他的族谱 无奈麦克人多势众 他们抢夺了森哥努力追寻的成果 可小黑却觉察出一丝异常 原本只是来抢回AI病毒的麦克团队 竟然把所有麦家全体灭口 他突然意识到森哥要变成下一个目标 就在森哥这里刚解围时 暴露身份的明星小贝和沙拉 正迅速逃离哈里斯家 傻乎乎的门卫 上一秒还求着小贝拍照 下一秒就超家伙追了上去 好在这辆跑车背后防弹 不然两人早就被打成了漏洞 紧急之下沙拉让小贝加速飘移 打穿了后车的左前轮胎 将领头的敌人送下了悬崖 没想到一个配角能把车开得这么溜 但身后的车仍旧紧追不舍 眼看着小贝他们就要坚持不住 关键时刻森哥找到了一辆直升机 提前堵在了隧道出口 一发导弹让战斗彻底结束 不对 再来一次 这下真的结束了 回城的路上队长宣布了消息 迈克果然叛变了 此刻的他已经把病毒送到了买家手里 曾哥却再次回到了哈里斯的豪宅 如今只有他能提供买家线索 可一分钟之前哈里斯还在追杀他们 但他万万没想到 早上沙拉翻他电脑时 意外地发现他藏有十几枚导弹 只要哈里斯选择合作 扎拉非但能为他销毁脏物 还能彻底为他洗白 哈里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买家的身份 正是两个在船上偶遇的生物学家 他们买下了400亿的黄金 今晚就会用AI病毒摧毁世界银行系统 一架无人机被沙拉放出 悄悄潜入了重兵把守的生物研发大楼 曾哥和小黑全副武装 朝着大楼方向潜入 小贝则跟着哈里斯去找买家谈判 曾哥和小黑带上消音一枪一个 两人一点点地朝大楼推进 顺路抢下一辆蹦蹦 轻松地闯进了楼下大门 此时的哈里斯已经来到了楼顶 淡定地向大家打着招呼 并提醒他们忘了付他20%的佣金 可买家已经把佣金付给了麦克 哈里斯早有心理准备 他不紧不慢地背对窗户坐下 并让小贝把灯关上 从天而降的导弹让众人为之色变 震撼的一幕让麦克和买家彻底惊呆 紧接着小贝又送出一张清单 这才是让他们如坠深渊的大杀器 上面全是他们家人朋友的地址信息 哈里斯只留给他们5分钟做决定 说完便潇洒离去 此时的买家与麦克发生了冲突 心狠手拉的麦克直接选择灭口 一阵屠炉过后森哥及时赶到 借着电梯守卫的尸体再次不讲武德 楼顶一片狼藉 森哥如愿找到了AI病毒 沙拉发现了森哥背后的麦克 他们默契地配合让麦克措手不及 穷途末路的麦克依旧没有放弃 只要有郭达斯坦森出马 就从未失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